在上期节目中 六位嘉宾来到美丽的贵州洞寨 在那里学习体验了 古老的乐器卢生 本期的体验 他们来到了首都北京 在这里 他们会遇到什么人 体验什么事呢 十月的某天上午 六个扮相奇怪的留学生 来到了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他们是谁 他们来做什么呢 他们又会为小朋友 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小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好 Mamaste 小朋友们 我的名字叫朱萨 你们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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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总是帅哥 上海的人都回来 上海的人都在这儿 没有去世了 那是对了 我们是 沙里华卜 你们看我下来自哪个国家的呀 沙漠 小朋友 沙漠不是一个国家 沙里啊 哪个国家 欢迎你们 我的名字叫图桑 图桑你好 你好 我叫Pamila 我的名字叫Dori 你好 我叫Namu 你好 我叫Kurima Kurima 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学校 Where's the kids 你听着英文啊 为什么能英文这么好英都人 好 孩子们都在叫醒 好 走吧我们去看孩子 看孩子 我已经哭不及待了 把我们变装 然后去就是不要让小朋友 认得我们是谁 然后要得到他们最真实的一个反应 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才看到最真实的他们 就是这个很真面 很正能量的这个他们 那如果今天他们看到的是 曹哥 爸爸去哪 曹哥会是 哇牛啊 他们认得了 他们 那个真实感可能就不在了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孩子呢 他们有的是孤儿 或者是单亲爸爸 还有单亲妈妈带着的 还有一些家里面有长级的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留守的 就是好长时间没有见到 八道妈妈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 燕京小天鹅工艺学校 位于北京西北市郊 在那里生活着 约五百名外来进京务工者的孩子 以及上不起学的孤儿 取名小天鹅 寓意着希望孩子将来 能够摆脱目前的生活窘境 蜕变成美丽的天鹅 这些孩子呢 需要的是快乐 快乐的成长 如果说你们的到来 能带来他们的快乐 教育他们 要让他们告诉他们 世界很大 他们来说 在这个成长当中 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在老师协助下 他们随机挑选了13名孩子 林花组和曹阁组 接下来的体验 将会和这些可爱的孩子们 一起进行 跟大家说 我是来自印度 姐姐的名字叫Darry 其实我中国话说得很好的 她在中国住了45年了 如果要是今天要是没去 他们这个留守儿童的 这个学校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北京 有这么一个所学校 主书叫南姆 你叫什么 刘文远 有情理量 王文涛 你叫什么 牛丁 牛丁 牛肉丁 你叫 王宇勒 我叫马嘉宜 我叫女孩 我想问一下 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 你想做 我想做音乐老师 你给我唱个歌吧 这边已经到翅膀 哦 哦 好棒 每一次都在徘徊 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 也不闪雷光 我知道 我一直有创隐性的翅膀 带我飞飞过绝望 不去想他们 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 那个小胖子你想做什么 哈哈哈哈 很好吃 你多大了 十年了 你父母不在这里吗 在哪里 老家 老家在哪里 河南 小朋友 你一个人在这里 那你住 我住在哪里 我看我女孩住 你想你爸爸妈妈吗 想 多久没见他们了 好几年了 假如说你明天见到你爸你妈 你想跟他说啥 我爱你 孩子懂事 你的梦想呢 医生 当医生 我知道你想救人 yes yes 你会说英文 你要当什么 航天员 你要飞去太空啊 真是代表国家 去去外太空探险是吧 我一直想当一个好榜样 好榜样 好榜样 嗯 那你知道什么叫做榜样吗 我知道 榜样就是 带领别人吧 别人 让别人做得更好 对 好榜样 叔叔我想你 你是不是想当雷帮 学雷帮 你真的做好事 学雷帮 好榜样 我 我觉得 我慢慢长大 我们长大后 一定要做一个 对社会有贡献 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你想做什么 我想当特宗兵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你想当特宗兵 为什么 因为可以保卫国家 你父母是干嘛的 我爸爸做白体加工 这是一个很苦的水桶那种 是吧 白体加工 我妈妈上班 在哪里上班 在医院送餐 大零共这样 刘丁 我爸是干水桶的 我妈妈 装修 妈妈 马上就要干快递 你们父母下班 最晚的一个是几点钟 最晚的一次是十一点多 然后那个时候我六岁 然后我老爸在旁边 然后看电视 我就一直哭啊哭啊 你为什么哭呢 因为我想妈妈了 所以我才哭 妈妈说 妈妈 我真对不起您 您这么辛苦为我工作 我都这么说通话 妈妈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听话的 我为了报答您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校团的 爸爸是做消防的 爸爸 我希望您能早点回家陪我 我还平时 平时回家很晚的 这是要跟爸爸妈妈说的话啊 你回去给爸爸妈妈看好不好 嗯 你想跟你妈妈说什么 我永远多爱你 妈妈 妈妈 我长大的时候 我一定给你买一套大房子 让你快快乐乐住在里面 我也这么想 可是 当我有能力买大房子的时候 我妈已经不在了 就是我妈已经去世了 假如说真的 如果妈妈在是特别幸福 我现在有钱了 可以想给他们买房子 但是我的妈妈 她永远不在 你想跟你妈妈说什么 现在你 我永远多爱你 我可以告诉她你的外号吗 不可以 我身边那个小女孩她 因为我知道她父母是离异的 然后她的作文上有写一些东西 然后起到一个地方就 可以吗 就点点点点点 那 那 因为她 一直和我撒娇 我知道她的眼睛里的是什么 她 她 她可能爸妈也很忙 她妈妈很忙 然后她很希望你要等她 我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也不在我身边 所以我都一直会想念我妈妈 想念我爸爸 那你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我爸爸在外地工作 然后我妈妈也在 我妈妈去新加坡工作 所以我爸妈都不在我身边 那你跟谁一起 我爷爷 可是呢 可是呢 我知道 爸爸妈妈都很辛苦在外面工作 是为了让我可以上学 知道吗 所以我们其实 如果是今天你想念你的爸爸 或想念你的妈妈 我有一个方法 会让你们马上觉得快乐开心的 就是音乐 音乐 姐姐跟阿姨们来外面出彩虹了 看 有彩虹到外面 对 外面出彩虹了 你快来看 刚才下雨 现在出彩虹了 快快快 去看看彩虹 快快快 去看彩虹 快来看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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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彩虹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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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到大船頭 飛機 一起飛的時候 飛不是那顆像的 中文有彩虹的 你會嗎 風雨彩虹 鏗鏘玫瑰 風雨彩虹 鏗鏘玫瑰 你們知道英文彩虹怎麼說嗎 有英文 彩虹 誰知道 誰知道 他說對了 你說什麼 Rainbow Rainbow 太棒了 我是美